英國首相梅依17號在演說中 首次發表脫歐詳細計畫 表示將硬脫歐 也就是英國脫歐同時 將完全脫離歐洲單一市場 並重新主導移民、司法和邊境管理等事務 但為了維持與歐盟的經貿關係 英國將洽談新的自由貿易與關稅協定 梅依說將在3月底 啟動與歐盟限期兩年的協商談判 並承諾最終協議內容 將交由英國國會審議表決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7號打破慣例 成為首位出席瑞士世界經濟論壇的中國領導人 他捍衛自由貿易 表示不能將一切問題都歸咎於全球化 也強調中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和貢獻者 專家認為 去年發生英國脫歐等事件 西方掀起反全球化浪潮 而習近平的發言 象徵中國在未來將負擔起 更重要的世界領導角色 全球局勢將從美國獨霸 走向兩強主宰 奈吉利亞空軍17號執行任務時 意外霧疾位於東北方波諾州的一處難民營 不幸造成超過50人死亡和200人受傷 奈國空軍表示 戰機原先是要前往北方轟炸極端組織博科聖地 這個組織曾經攻擊學校 綁架和屠殺學生 並造成超過260萬人流離失所 當地的吳國界醫生組織 及紅十字會表示 這是首次發生霧疾事件 正從鄰近地區調派人員救治傷患 全民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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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的生命 全民營